入住安老院和泰中心房間介紹 我估計退休之後會經歷兩個階段 目前是第一階段自己仍具有活力 期望會遊歷國家的名山大村 第二個階段自己是已近亡分 活力減退需要過些安靜的生活 第二階段我計劃安排自己入住安老院 這樣日常生活有服務員幫助 身體狀況有醫護人員照顧 目前在第一階段就要為第二階段做準備 因此需要探索了解一些安老院的狀況 搜尋合意的安老院 以備將來可以順利進入第二階段 我現在來到佛山順德北教鎮的和泰中心 這是一家安老院社 我和老婆會來試住四晚 體驗一下這家安老院的設施和服務 我們是開車過來的 太安陽中心速定 GG在您右側 本次導航結束 我們將車停在遠四的負一層的停車場 我們來到三樓旅居中心的接待處 我們是偏佩入住三陣一號房 每晚房租是215元 這個是房間的狀況 有兩張床 床頭有醫療設施 有个衣柜 有小厨房 洗手间是用肉帘的 这个是阳台 有洗衣机 这个安劳院分为两座大楼 我们所在的是活力公寓 而另一座是护理大楼 活力公寓有两种房间 就是单人房和夫妻房 护理大楼亦有两种房间 是单人房和商人房 客服经理卿姐 现在带我们参观样板房 我们现在开始参观了 现在先看看这个样板房 样板房实际是自理的单人房 不过我们放了一张床 就坐了女居 正常的房子等到实体房 它是没有了这张床 就给了梳化 一个人是住的那些就住这种 如果我们分了大部分 这个大楼 对面那里就是护理大楼 对面那里 那些是需要护理级的 这边这种 那些是护理级的 那些是护理级的 才能住得 我们经过评估 才经过评估 第二天你们进去找一下轻轻 知道 是的 我们是全程跟进的 是的 有两个车到时 如果单人房 我们要小一张床 小一张床 小一张床有梳化 有梳化的 有 给了梳化 这样就好 因为这两个呢 包括了我们整个大楼里面 所有房间都装置了 腐压吸氧的 中央吸氧的 那这个是呼叫器 所有房间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是的 如果你喝咖啡告诉他们 都是我们做的 好好好 我们做全程 9元就很划算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叫 这个 负压和吸氧的 负压 这个吸氧是什么 可以叫做吸痰就可以 哦 吸痰的 这个就是氧气 这个是中央氧的 整个中心都有 这个呢 我们会教他们 进来住的人 按呼叫 你想找人就 是 特别扶导区那些 一定要教他们 你有没有发觉 你的床垫很舒服 很舒服 是啊 我喜欢硬的 是专用的 是老人家用的 是啊 是啊 很硬的 我们这个床都是扶手 是不是 是啊 每一块东西 放拐杖的地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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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每一个动作会影响 我们真的要两个雙人房 两个单人房 嗯 那我每个房间里面 都有洋童的 全屋的电器都配好了 嗯 挺好 挺好 家具 櫃 洗衣机 全部拿包进去 拿衣服就进去 嗯 嗯 单人房的面积是34平方米 轻姐现在带我们看 单人房真实的摆设 這個就是你們的同家,所以覺得比較小 其實是自理的單人房 其實兩個單人房 兩個單人房就好一點 我這麼快就好 剛才你們住的房間就多了床,就沒有了沙發 這個好,兩個單人房 即是好人性化 我們有一對夫妻老師也是 兩個單人房 夫妻房的面積是43平方米 給單人房大9平方米 現在去看夫妻房實際的擺設 這就叫做一青一房 但很多人夫妻廚都造成同家 就是造成兩個房 即是不造成同家 那我們就有些小動物都有的 你見到的就存在微波露露露 那為什麼我們的洗手間設計在中間呢 因為經過同學園圈圈 很多老人家在廁所 電報器更多 入中間更多 對 對 對 就是我們同一設計的東西 因為我們不用客人了 我們就演一下復活 我們已經經過面修測試 你看看 顏色很黏 顏色很黏 這個有一點點保染圍圍色 你看看 很消息 清潔 有人幫我們清潔 然後我們來看 那些需要護理的房間 面積跟單人房一樣 都是34平方米 就是為了長期臥床的人 就要用這種床 這個電子紫尿褲來的 嗯 電子紫尿褲呢 它有一條石碼器的帶 就會提醒我們的護理員 水量多的時候 提醒它來門 嗯 這樣的 那這些床呢 就會升高升低的 嗯 可以轉得 可以拉出去太陽 那這張床是比較專用的頭 這張床是非常專用的 嗯 還有遙控的 我們所有的護理床都遙控的 嗯 不是這張床全部都是 這張床都 環境的 嗯 這個呢就是 移動的長者 是 就是不要經常用人手 去抱 抽它 是不是 用這塊東西 就可以推它去廁所 嗯 很大呀 洗手間 是呀 全部都防滑的了 嗯 好了 要講下有關的收費 首先是綜合服務費 這個其實是租金 加上基礎健康服務費 還有是伙食費 每天提供早午晚三餐 和兩個茶點 還有是一次性收費 這個入住的時候 給的了 給了就不會退還 跟著還有壓金 壓金就是可以退還的 單人房的綜合服務費 每人每月是6680元 一次性收費是三萬元 壓金是一萬三千元 夫妻房每人每月是五千五百元 換句話說 夫妻二人是一萬一千元一個月 一次性收費兩個人是五萬元 壓金兩個人是兩萬元 補充一句水費電費和數碼電視費用 是要自己給的 剛才說的是活力公寓的收費 至於要護理的入住時候 一次的收費是一樣的 單人房是三萬元 然後入住的長者要做醫療評估 分為初級中級高級 縱合服務費是七千六百三十元 壓金是一萬六千元 中級的是九千一百九十元 壓金二萬四千元 高級的是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元 壓金是三萬二千元 壓金的作用是當長者遇到時故 要進入醫院的時候作為醫療的備用金 這是八甲公園 這是地鐵口 這個大樓佔地40毫 佔地40毫 40毫裏 我們要負一層 上邊九層即十層 我們的車都免費 就算客人喝茶都免費五小時 免費五小時 夠了 探完老人家再喝茶 夠了 好人性化 好人性化 現在我進來試住幾天 停車都是免費的 我又問卿姐 如果我真正進入住 帶一部車進來 是否免費停車 他說 暫時也是 但是將來政客會否改變 就不確定了 訪外設施補充 方便坐在這裡 都可以推翻 看這個鏡子是斜的 因為這個鏡子可能已經是斜不到的 哦 廚桌上有個直接飲水器 打開下面的櫃門 看到有一條獨立的水管 接駁進來提供飲水的 淚水器應該是由中央提供的 洗澡房花灑 一開就有熱水 不像我中山的家 開了要等二三十秒 而且這裡的水壓 明顯比我家的好得多 但是它的浴簾設計 就做不到乾濕分離 洗完涼之後 地面會有很多積水 我特意試用它的洗衣機 每天都會洗衣浪衫 洗衣液是管家提供的 洗衣機是很容易用 浪衫的衣架和衣架 是在附近的超市買的 浪衫架是手動的 攪上攪下很容易 多謝各位觀賞 請點讚、訂閱和轉發